鼓励他们适性发展 快乐学习 选择技职教育 将兴趣变成专业 展现多元成就 未来在职场上发光发亮 技职启动梦想 专业成就未来 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 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照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承保条件 付出少许保费 就可向保险公司 投保微型保险 让您及家人 获得多一层保障 详情请下微型保险专线及网址 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心您 在生活中 有许多的病菌 透过飞沫和手传播 打喷嚏时 用手帕沿口皮 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 减少病菌散播 预防疾病传播 请注意咳嗽已结 并保持手部清洁 这是我们的台湾 我们唯一的家 让我们停止环境的破坏 与资源的浩劫 重建并恢复我们的土地 欢迎光临 诶 这是 这是MIT微笑标章的菱形吊牌 上面有MIT微笑标章 产业别图腾 验证机构 还有标章编码 哇 小小的吊牌上 有这么多清楚的资讯啊 如果不放心 还可上网查询哦 都挂保证了 那我来挑什么呢 挑款市集颜色啊 任名 驾档的MIT 安全健康 值得信赖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卷光头庙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 即时解盘节目 那要带你我相会 三十分钟的一个时间 面对台股 今天有一点止跌的一个味道 不晓得我逢第一步举的 头庙 现场的空间专线当然是开放者 025825266 025825266 在此为你服务 三十分钟的一个时间 有问题 趁着还没有收盘前 提出来 我帮你解决 台湾市的一个架构 昨天当然是蛮恐慌性的一个沙盘 跌了一百七九点 但今天的台股呢 低点就有限了 早完开个平低板之后 拉高 对 今天最低才跌32点 目前涨32点 所以整一个架构 其实在昨天的一个节目 我给你一个结论 就是说踩低阶模式 我们之前高档区有卖一些股票 我陆续的会做低阶 我陆续的做低阶的一个动作 从七九九九 涨上来 这过程当然是比较 漂亮的一个涨势 当时候一个架构 因为很多投票在520之前 大家都跟你说这拨会拨拨 你看到任何消息都是这样说 所以你可能会踩错节奏 把股票都卖掉 那因为你卖在相对低档嘛 所以你卖掉嘛 那大盘一直涨 你可能不敢出手啊 你就看到指数一直上去嘛 那一直上去的一个架构 或许你卖低档 你期望的是 大盘如果跌下来 你要出手做买进 那昨天大盘指数真的跌啦 跌了179点啦 要不要低阶 今天大盘呢 红黑棒了 红黑棒了嘛 所以昨天的一个击杀 当然是受到两个因素而影响嘛 一个是美国的佛舟 发生疑似恐怖攻击的一个事件嘛 另外一个 英国脱欧的一个攻头脚步是越来越近啦 那这两大事件我说都是短暂性的利空 恐怖攻击 或是杀人案件 它会每天发生吗 如果每天都在那边炸来炸去 每天都有枪击案发生 那我相信 整个就发生战争的一个情况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就是系统性的风险啦 谁都逃不掉啊 但有可能嘛 不可能嘛 每次的一个恐怖攻击 所带给你都是短线的一个心理 层面的一个冲击 另外的 英国的脱欧的一个 攻头的一个脚步是越来越近 那英国有那么容易脱离欧盟 这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吗 你认为有机会吗 英国因为欧盟而壮大 跟德国霸国形成铁三角的关系 那你认为他要脱离欧盟 他要放弃这么重要的国际 角色的一个地位吗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真的不大嘛 所以你看一下之前的欧洲五国 每一个都说他们要脱离欧盟 脱离欧盟 其实背后隐含的都是一个 政治筹码的一个谈判 一个技巧而已啊 到最后欧洲五国 哪一个真的脱离欧盟 没有嘛 那重此英国真的要脱离欧盟 他对全球的经济 尤其对亚洲的经济 影响有限啊 你自己看一下 经济学家 对所谓的一个 英国 导播稍微近一点 就是说亚洲对英国的出口战 区域的GDP不到百分之一啦 那如果真的脱离欧盟 对亚洲地区的国家的一个经济层面 杀伤力不大啊 这是最坏的情况嘛 那最坏的情况是这样啊 但是会发生吗 我认为要发生的机率真的不大啦 所以台股呢 昨天 大家吓了一跳之后 今天不太想跌了啊 今天就没有跌了啊 是不是 所以我昨天很明白 告诉你一个结论嘛 我们之前上去 卖了一些股票 陆续低接回来 我们在上礼拜以前 我们的持股档数已经降到最低了啦 那比较多的一个充裕的现金 就是为了等低接啊 那昨天杀下来我当然会出手啊 我当然会出手做买进啊 所以之前7999这个位置 你一直不敢迎接了一个大行情 700多点 这个反转的位置 你没有出手了 昨天是你 不管是空手者 或是之前空单的 反手做到的一个位置啊 真的很重要 因为关键性时刻来了 我在1点钟的节目 一定会跟你讲的特别清楚 因为那跟你的操作很重要 所以对于这些股票 可以接回了吗 亲爱的朋友 怎么样 智琴 以障碍性要全力金头 暴力高达到18倍 基本面没有改变啦 我这些股票不容易在短时间 看到业绩大幅度衰退的现象 如果看到这些现象 我一定在盘中第一个时间点 告诉我们的会员嘛 那这些股票就散开啊 就不要再做成绩了嘛 所以智琴 可以接了吗 我们这一天高档卖掉啦 昨天差了二十几块钱耶 智琴呢卖在171的 昨天跌到154 可以接回了吗 可以接回了吗 每一趟操作 至今的过程 我们都获利 对 赚取应该赚的一个利润嘛 避开回挡的风险啦 所以呢 至今 昨天来到154 可以接回了吗 再生 卖在这个位置 昨天长A 打下可以接回了吗 五月营收 临场而已 依然是一个成长态势嘛 成长35% 基本没有改变啦 至今也是一样 五月营收 年长率高达84% 很强 对不对 翔硕 五月营收 年长率高达25% 卖在这个位置 下去 弹上去 这段我没有赚 那 昨天 下来第二段 可以接回了吗 亲爱的同学 你清楚吗 昂保 200亿卖掉的 昨天打到204嘛 可以接回了吗 五月营收 依然成长36% 波洛威 五月营收 创新高哦 年长率高达30%哦 昨天回挡 七天啊 今天 有机会 八天转折向上啊 那今天 破洛威 有没有转折向上 今天破洛威 真的有转折向上 所以我昨天在 盘后的节目 其实我已经公开 破洛威 我们昨天是有 结合的动作 至于其他的股票 资情 资金 赛生 昂保 等等这些股票 到底有没有机会 保留一下给我们会员 好不好 我们对会员的一个照顾 无为不至 因为会员那么挺我啊 我当然没有 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绩效 所以至少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波洛威嘛 昨天六月十三 到礼拜一啊 最低45.4啊 我是高档 48附近卖掉了 因为没办法过前 不过高嘛 卖掉之后 杀下来 整理七天 那既然 今天礼拜二 有机会八天转折向上 昨天礼拜一的波洛威 趁着大盘盘中急杀 几乎昨天盘中杀到最低点嘛 出手买波洛威 9点44分 波洛威 五月圆收今年度新高 年长率高达30%嘛 45.6附近买进 9点44分 波洛威股价45.55 同名气对时对价 45.6 波洛威做接回的动作啊 昨天接回之后 尾盘45.95啊 大盘昨天点了179点啊 对我给你的策略 该接入股票 我一定会做承接 今天波洛威表现还不错啦 来到48 我的卖点在48 今天来到48 我如果当时48没有卖 这一段呢 你是在 有点等解他的现象 那今天拉高 刚好来到48 你人也是没赚没赔嘛 但是 我们48有先卖一趟啊 现在观众 还记得吗 高点先卖 那接下来呢 昨天来到一个相对低档 接回 价差的一个动作出现了嘛 62号 波洛威啊 48停一下车嘛 这讯息都给你对词对价过了啊 没办法过前波高的波洛威 62号48先卖 先卖啊 卖完之后是回档 回档了7天啊 昨天利用大盘中错的179点 接回啊 接回在45.6啊 我说今天会八天转折向上啊 今天有没有拉出我们给棒 今天有没有拉出我们给棒 这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嘛 高点会卖低档当然会接啊 对前一波段的操作 这一波段的操作 我相信同朋友 有目共读我们的一个操作心法 就是低进高出 不是最高杀低 所以我希望 当大盘15 在一个回档的架构 如果你的心理障碍是因为别不敢出手 找一位可以帮你 所谓的一个解除你 心理障碍的分析师 对你的操作才有帮助 而不是一无所适嘛 无所适从嘛 或是只会追高杀低 那都没效啦 追高杀低代表大盘蝶不敢出手嘛 掌的时候乱追嘛 对你来讲 财户不会产生一个正面效果 但是光是波罗威 这边赚了一趟 48卖完之后 昨天呢 昨天几块钱结尾 昨天在一个相对低档 45.6结尾嘛 没有错吧 那今天又拉出红铁棒啦 这是我们的动作 所以行情的一个架构 终多没有改变 我在放假前 段落节之前 我告诉你 这是终多行情 现在是终多行情没有改变 昨天急杀 当然要站在每方 这我们昨天盘中一点钟 所明白告诉你一个操作车铁 如果还不清楚的地方 有问题 等一下 把电话进来 休息一下 再会到节目的现场 猴头 请用五分猪 吹击铁 请用铁铁五分猪 五分猪 不好 阿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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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蔡老师 运用阿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下转线 您的2781-01909 2781-01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部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1909 2781-01909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头部蔡老师 运用阿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下转线 赢了2781-01909 2781-01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终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七米床 是全市场最终的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第二阶段时间马上开始 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自己打电话进来 现场call in 专线 0255 825 266 在此为你服务 大概剩13分钟的时间 只是我今天表现还不错 产生一个指叠现象 就相当的一个难能可贵 昨天的重错 很多人当然会很担心 大家都也是这样 看到盘在台的时候 惊得拼命着 不敢买高票 但盘在去的时候 继续乱追 所以常常为什么 你的成本会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就容易套牢 容易套 稍微震荡一下又被洗出场 赚不到钱 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所带给你是低进高出的一个获利水准 这个盘 我们看得相当懂 7999 当时候反转点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大买点嘛 买股票啊 上去8754 700多点嘛 那涨了700多点 我们把我们的股票 陆续的八档 陆续的减码 我没有全部的一个出清啦 我说过 我们那个 在上礼拜之前 我们留下比较多的一个先进部位 为的是等低接 但留下的股票 面对昨天大盘的一个重错 没什么跌 我选择股票 为什么大盘中错了179点 跌不下去 因为基本面啊 基本面够抗跌 这张股票 什么族群的获利网 第一季印收率是新高的 6月4号告诉你 大底完成 基于布局 这支股票 什么股票 续户 1119的续户 6月4号 6月6号 黑鸡棒 导播 底下就是买 买哪一档 买续户啊 没有错吧 6月7日礼拜二 创短播高嘛 如果有低点 请你把握 因为他还会冲高 续户嘛 很清楚的一个脉络 非常的连贯性啦 在放假前 他收红鸡棒啊 为什么他可以那么强 原料要的获利网 第一季印收率是新高 未来会更好 所以 当昨天 礼拜一 对 放假回来 大盘中错了179点 续户 收红可以棒 昨天的一个续户 导播稍微轻一点 他再度的收红 他强不强 昨天他有因为大盘 点179点 而中错嘛 强势性的基础股 你要懂得第一个时间来跟我卡位啊 我们给你的分析 不是只有一天两天啊 什么是连续剧 什么是完整流程的公开 这档虚乎 来看一下当时的一个价位 6月4号 当时最低 84.8啦 当年收版87.9嘛 大抵完成积极布局啊 虚乎是做原料要的 那原料当然不是只有虚乎啦 那我们买股票 买最好的买最机优的嘛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概念 所以呢 既然是获利网 低进营收率也新高 未来会更好 要不要买 6月4号 没有买 没有布局的 6月6号里掰 黑鸡棒 跌下来就是买 虚乎啊 最低86.4 收盘87.5啊 6月6号 逢低一样买虚乎啊 11.47分嘛 原料要的获利网 第一季 营收率也新高 趁回党87.5 附近买进啊 还没上次了 你要懂得逢低买啊 当作交易87.4啊 你去对时对价 87怪败一定买得到嘛 当一档股票回党的时候 你敢不敢进场嘛 我就问你这一个重点 自己股票还没去 你敢不敢买 还是你都一定要等到今天 虚乎大涨串通的波段新高 你才知道它得好 做国票甘是这样做 我们的一个低风险 一个低档 逢低成见的模式 同样你看得很清楚啊 6月4号就告诉你啊 大抵完成七局布局啊 对 当作最低84.8 收盘87.9啊 6月6号它是黑鸡棒 跌啊 老婆稍微信念 跌啊 买啊 杀下来过程你敢不敢买 你敢不敢买 所以6月7号的一个虚乎 上礼拜二 短波段已经来到90.7啊 我说如果还要低点 请你把握啊 真的要把握啊 上礼拜三收盘前 放假前收红啊 红可以棒吧 没有错吧 还有低点87.3 让你买啊 昨天礼拜大盘跌了179点 虚乎收红可以棒 老婆稍微经典 为什么可以那么强 大盘纵做它不跌 如果虚乎的云料药所带给它的一个营收面 不是第九第一季新高 未来还有更高 那它应不应该反应 在昨天那个大盘很纵做的同时 它已经反应给你看了哦 它已经跌不下去了哦 今天虚乎呢 在大盘稍微止跌的过程当中 它就冲上去了 有没有超过半跟停板以上 今天93.4啊 从这个位置 开始带你买的 这边都是买点啊 这边都是买点啊 没有错吧 有低点就要买啊 对 今天公开给你 同时如果你还要自己去追 那我也没办法 我当时会盖起来的原因理由 就只有一个啊 就是保护我们的会员 尊重我们的会员嘛 我不是在跟你耍花招啦 每天连续性的分析 这怎么会耍花招呢 亲爱观众 对 虽然我有盖起来 但虚乎的K线 我会让你看 它的基本面 我也会让你看啊 对 从6月4号 6月6号 对不对 如何逢低承接的 6月7号 6月8号 放完假之后 6月13号 每天都跟你追踪 你认为 我们会员 对我们的一个操作信心 有没有产生一个 非常凝聚力的一个效果 大家都敢买啦 从这天开始分析 开始带会员买 这边都是买点啊 这边都是买点 买了之后就通高啊 所以整一个架构 在目前的行情脉络当中 你所看到是一个众多格局 不便的台股结构 纵使啊 纵使英国啊 真的脱离欧盟 这个经济体的架构 看一下人家怎么分析的 好不好 亚洲对英国的一个出口 占区域的GDP比呢 不到1% 杀伤力不大 最坏情况 真的 英国脱离欧盟 杀伤力不大 影响比较大是欧盟地区啦 其实我认为 要脱离欧盟的可能性 真的很低啊 不太可能啦 不能看一个银 你就生一个银 不能看一个欧盟 你就乱开穿 这样不好啦 这样是让我们退休 虚无在昨天之前 是不是都很老板 今天不是又大涨了吗 那不是很完美吗 所以整个一个架构 在目前的一个台股现况 众多格局绝对没有改变啊 对 他能过关斩将 一路涨700多点嘛 这当然是涨真的啊 因为大部分的投票没有进场啊 你看龙之夜也有灾嘛 龙之夜低档嘛 所以大家都看 指数上去而不敢出手嘛 那打下来不出手吗 昨天大盘指数跌了170点 还不出手吗 要不要出手买 当然要买啊 我们之前卖掉的一些股票 昨天的波洛威 整理7天嘛 要不要结尾 既然今天会8天转折向上 昨天的波洛威 45.6 结尾 毁白收45.95 今天的波洛威股价呢 表现如何 表现还不错吧 对 大涨耶 为什么我们家的股票 都那么强 操盘的节奏性 如果你高档会卖 趁着昨天大盘重挫 要低接吧 我选的股票 当然党都极有股耶 波洛威股 五月圆说 新高耶 抢不抢 股价当然要反映基本面啊 所以包括昨天的一个翔索 打下来可以结尾了吗 这边大概卖掉159吧 卖掉之后 下来 第一波的弹升 我没有去做成绩 但昨天打下来 我这条线已经画在这边给你了 五月圆说新高耶 年长率高达25%耶 可不可以结尾 昨天一个翔索 12点43分 154附近结尾 经过五分钟 股价几块钱 152.5啊 对值对价 大概可以买在153左右啊 昨天翔索 逢低成绩啊 股票下来你敢买 你敢买低接 如果昨天翔索 你敢低接 今天一样会赚钱啊 今天一样赚钱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操作的一个层面 面对台股的一个架构 同样你不用过度的担心 只要中多格局没有改变 就是会有波段性的标的 波段股票 像这一档立凯 我们在5月10号就跟你分析过了 电动车电池的概念股票 李嘉诚敢投资的 李嘉诚的概念股票 你认为呢 5月10号 五天转折向上的买点 你敢不敢跟我上车 你敢不敢跟我买 对 李嘉诚 在背后加持的 电动车电池的一个绿色环保概念股票 5月10号买34.5 买完之后是冲高 冲高完之后 6月6号上礼拜 有没有攻涨停 终于攻上涨停了 会不会你跟我耐心等待是有价值的 我不是随便乱选股票 这边买 买完之后整理一段时间 上礼拜拉上去 这边都是一个很好的进入成本区域 它没什么跌 整理之后上礼拜 立凯工厂停 昨天大门是不是重座 昨天你拜的一个立凯 称跌 36.7 再加码 昨天 32分那个股价 36块半 你去对此对价 昨天立凯我还在加码 你敢不敢加码 你敢加码 今天立凯呢 冲高来到38.8 波段新高 所以这个位置 都是我们建立基本多单的一个时机 昨天加码 今天拉出重场好 所以行情的一个架构 在所谓的立空会逐渐顿化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未来众多格局的波段式的标的 你每一党 跟我们一起来把握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毫无知风险 阿菲特 阿菲特 任他投顾蔡老师 运用阿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账专线赢了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转换